大家好,我今天要来帮大家开示,请叫我元宝大师。 很多游客看到我,都说好疗愈,因为他们平常烦恼很多,要面对奥克, 惯老板,无能的同事,可怕的公婆,不上镜的老公,不受控的小屁孩, 所以他们需要看可爱熊猫书呀。 今天我们就从根本解决问题,来聊聊人际关系, 因为人类的烦恼几乎都来自人际关系。 虽然人类是群居动物,但你确定你身边的都是人吗? 你能确定你自己也是人吗? 如果你觉得身边的人很难相处,那他可能是一只熊, 如果你觉得自己人缘不好,那你很可能也是一只熊, 因为熊是独居动物,我们基本上都是边缘熊, 没有朋友照样过得很开心。 所以当你感到孤单,就来动物园大猫熊馆看我吧。 我跟你一样都是一只熊。 虽无闻紧交,却有望鸡友,我不会对你耍心机, 除非你手里有笋子却不给我吃,我才会生气气。 现在很流行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旅行,谁说出去吃饭一定要揪。 我都是一只熊独享,这样才过瘾啊。 才不要跟其他熊抢食物呢? 人类还会为了请客或AA制而吵架, 有些小气鬼还会因为自己点的豆腐被女友吃了一块, 所以要跟他收费, 还有小气鬼骑车在玩女友还要跟他收油钱, 停车费,过路费。 真是的,不如让我带你好了, 只是你可能会飞出去, 或是从三公尺高的树上掉下来,嘿嘿。 总而言之, 人际关系真的太不容易了, 如果你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感到疲倦、 愤怒、伤心或无奈, 那就试试看人与熊的相处吧。 我们都很可爱的, 我还会耍宝逗你们笑哦。 好了, 元宝大师的开示就到这边, 我们下次再见咯。